第13题 哪一粒无法使木板旋转 会旋转就表示有粒矩 粒矩是粒币乘以粒 所以粒币为0或施粒为0 那么我们的粒矩就是0 就不会旋转 这个题目里面 每个粒都有施粒 所以就看谁是粒币是0 在前一小题我们已经发现了 我们F3的粒币是0 所以F3就不会使木板旋转 或者按照老师上课教的 我们施粒的作用线 粒线如果通过支点的话 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有粒矩 所以它就不会使东西旋转 所以第13题问我们说 哪一粒无法使木板旋转 我们答案选的是CF3